左邊是寫的高 記得 左右併在一起的字 不是把左右寫的一樣大一樣寬 那叫做字 每一個字都有它的最佳形態 最佳形態就是稍微寫低一點 不要寫太高 然後這個撇看起來也不長 拉到這裡 降低以後 它雖然高它雖然低 可是看起來是平衡的 平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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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寫這麼多字 我有時候都會覺得這書我家好可憐 寫這麼多字 真的不容易 字也很小 十倍又大 那偉大的所有家在寫這些碑 年紀都還蠻大的 哎呀年紀大寫這個碑辛苦 這斜度 這斜的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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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就是能力 能大能小 然後隨機應變 不要每次看到所有字都把它寫的一樣大 不要每次看到所有字都把它寫的一樣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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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 又殘破了 摘 摘 很大的弧度 很翹的字 人 距離好像有點遠 左右距離 好 那這兩個橫畫 看起來並沒有想像中的長 不用寫太長 拜託寫緊密一點 筆畫 每個筆畫都很緊密 但緊密歸緊密 不要寫小 還是要一點 份量 寬度 我們最怕寫緊密的時候 把字寫小 這樣就沒有氣死 那這是主長橫 然後下面的 左邊口 斜窄 右邊寸 寸靠前面一點 這個點還蠻長的 是 肯定偏扁 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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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點 好 這些的 去點 嗯 左邊右邊 都還蠻長的 順畫 那我 拿起 就 這個音樂啊 現在有點瘦 瘦瘦 長長歪歪的 非常的瘦 然後非常的窄 歪歪的原因是因為這邊看起來就這橫畫很斜 很斜然後這邊又不夠低 所以看起來有點歪掉 所以喜功說得最好 寫得很像他的都是假的 因為真的書法在寫的時候 他不會刻意模仿自己 他就是有很多一點小小的瑕疵啊 這瑕疵他絕對不在意 可是對模仿者來講 那個瑕疵人家會絕對不像 所以他應該想辦法模仿得很像 反而絕對不像 所以假的通常比較漂亮